我们被这个要求是所有的人员除了这个救援的人员的要求都清理到200米的这个范围之内 这是为了保障有大型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先让大家先了解一下本次事故总共是涉及到的这样一个车辆的一个数量 那么因为整个这个桥梁出现了一个侧翻以后呢 总共受到波及的应该是有四辆车 其中一辆是在有受伤的有被困的人员的 这个急救车呢可以及时的把伤员送到附近的金月 也是在现场随时待命 那么如果一旦是发现这个中有一辆车上有三位这个人员呢 应该是不幸的死亡了 那么还有一个车辆这个伤亡的人员呢 目前从底下拖出来以后才能够明确具体还有多少伤亡的人员 那目前呢这个医院进行这个抢救了 而同样在这个桥是在侧翻了以后 这个桥是压住了整个这些整个桥梁的体量 是比较大的比较重的 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上吊的这样一个作业 因此来说只能现场的时候呢 我们是能够进入到最里边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地段进行拍摄 目前呢我在现场的情况了解的就是这样 是什么事情呢 感谢观看